大家好 我是小影 我是乐乐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下面我们接着带大家 游览一下 避暑山庄的湖区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过前面的宫殿区 来到后面的湖区 我跟乐乐才发现 古代的皇帝实在是太会享受了 没错 你看后边的小风景 那家伙山清水秀 而且这个地方四面环山 抛开他能避暑之外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看了 到处都是小亭子 小桥 还有水 特别漂亮 我觉得江南水乡也不过如此了 也不过如此吧 这个避暑山庄 你又往里走 又会发现 这里的风景实在是美 很美 太美了 随手一拍 就是美照 美刺 我们身后的这种建筑 大家看着有没有一种熟悉感呢 它叫烟雨楼 也就是环珠格格树丰斋的取景地 感谢观看 我和乐乐现在穿过湖区 来到了平原区这里 没错 沿着脚下这条木栈道呢 我们就能看到蒙古包了 下面带大家去看一下 走 走 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 我和乐乐发现 这儿的草 颜色竟然不一样 没错 所以呢 我猜测 可能是光照的原因 因为这边树很多 阳光照的地方呢 就是那种颜色 木绿色 而被阳光照不到在树叶呢 就是那种翠绿色 当然了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草的品种不同 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们猜吧 沿着木栈道走了大概两三公里的路上 我和乐乐终于来到了蒙古包这里 结果到这一看发现这已经变成了一个蒙古包度假村 我们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住一晚要500块钱起步 上补封顶吧 上边有封顶 好像是6000多块钱吧 差不多 在来的路上呢 我呀一直在猜测 这个地方为啥会有蒙古包 然后呢 我就想呀 可能是 大家呢 在我们来的那条路上 皇上会举行狩猎 然后他们把这个猎物呢 就带到这个蒙古包这边来 然后他们进行烧烤 吃完之后 然后就在蒙古包休息了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是吧 因为我的灵感全部来源于 电视机 防止了 是吧 干什么 那した 我只想要能够 很烦 你 怎么办 喝 那 我来 你 你 在蒙古包的边上呢 有一大片牡丹园 没想到都到了六月份了 牡丹花还开得这么好 也算是给我们的一个小惊喜 没错 如果逛到这儿的游客呢 哎 逛累了 这个牡丹园的边上刚好有一个出口 大家就可以从这出去了 我和乐乐逛了一个下午 感觉腿都要走飞了 但是可能也就逛了整个山庄不到三分之一吧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体会 这个成德山庄是真的大 得有两个游客园或八九个北海公园那么大 而且呢我们一路走过来 沿途风景特别的美 感觉随手一拍就达到了人生巅峰 而且呢我们走到那个庄子里的时候 确实也有丝丝凉意 但是外面就非常炎热了 这绝对是一个风水宝地 而且我觉得呀 算是古代劳动人民 智慧和汉水的结晶了 啊 没错没错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 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 好 谢谢 好 好 哦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